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近期有几条关于中国海军核潜艇的消息, 所以本期就跟大伙聊一聊,关于中国最新核潜艇095及096的一些消息。 大家都知道,中国海军近这十年来发展迅速, 在2012年的时候,中国海军现役舰艇总吨位约100万吨, 看上去规模挺庞大,但绝大多数是吨位小的舰艇, 缺乏性能先进的大型现代化舰艇。 从2012年开始,中国海军开启下饺子狂炒, 大批新锐王牌战舰下水服役, 比如052G型与万吨级大驱055型。 据统计数据,经过近十年的发展, 2021年的时候,中国海军舰艇总吨位提升到了240万吨。 从全球各国海军现状来看, 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海军在走下坡路, 已经很难与中国海军相辟敌。 目前,唯有美国海军依然傲视群雄, 作战舰艇总吨位约360万吨。 美海军拥有尼米兹级航母, 黄蜂级两栖战舰,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, 皮康德罗加级巡洋舰。 中国海军拥有福建舰, 075两栖战舰, 052D与055大驱。 两者战舰性能差距持续缩小, 中国海军甚至已经在某些方面弯到超车。 不过中国海军在水下战力方面却相对之后, 中国官媒也先有报告中国的核潜艇消息, 核潜艇向来是大火重器, 保密级别极高。 新型核潜艇的建造以及服役, 不像水面舰艇般大张旗鼓, 往往是秘密下水, 秘密服役。 直到时机合适的时候, 新型核潜艇才会对外公开。 这也是核潜艇对外战略威势的一部分。 不过, 相对于其水面舰艇来说, 和美国海军的差距还很大, 这也是实实。 近日有几则关于中国海军核潜艇的消息,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, 也探讨一下中国海军水下力量的现况。 首先是美国军方近日首次公开确认, 中国已在六艘战略核潜艇上, 部署巨浪三星型潜射弹道导弹, 缩短了解放军在近海打击美国大陆, 需要驶离本土的距离。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主海军上将帕帕洛罗表示, 中国六艘094型战略核潜艇, 已配备巨浪三潜射弹道导弹。 他认为, 中国建造它们就是为了威胁美国, 正密切关注这些潜艇的动向。 美国国防部一年前在年度中国军事报告中曾透露, 中国解放军海军, 将获得从近海向美国发起攻击的能力。 据悉, 此前巨浪二潜射弹道导弹射程约7200公里, 解放军潜艇需要进入夏威夷以东海域, 才能打击美国东海岸。 但巨浪三改变了这种态势, 巨浪三最大射程达1.2万公里以上, 可携带单个或多个核弹头, 2018年首次成功试射。 如消息属实, 中国海军将有能力在本国近岸水域瞄准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, 也许一艘094型核潜艇只能搭载12枚巨浪三, 而巨浪三采用多弹头技术, 每枚至少三核弹头, 一艘就是36枚核弹头, 足够摧毁36座城市。 如果6艘094核潜艇, 那么打击潜力就是216座城市, 不需要百分之百的命中率, 只要一半有效, 那么就是108座城市。 这足够给任何对手, 划下一条无法逾越的红线。 另外, 近日有军事爱好者称, 从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葫芦岛, 已开始建造最新的核潜艇095及096型卫星图像的拍摄日期为10月22日, 而判断是新型095和096核潜艇的依据, 是潜艇分段的直径约为12米, 而此前内地媒体就报道称, 095型核潜艇的基本数据为长115米, 宽12米, 吃水11米, 水下排水量7900吨, 工作前身250米, 最大前身500米, 单科结构停体, 水下最大速度32节, 自持力80天, 成员130人。 首先不确定这个12米的挺宽是否准确, 更不能确定这个就是新型核潜艇的分段, 因为媒体已经无数次报道了新型095及096核潜艇的消息, 有的称已建造完成, 有的称已服役, 结果现在又猜测开始建造了, 是真是假还是由大家自行判断吧? 不过去年11月份, 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中, 美军推测中国海军可能在未来几年, 建造一艘新型攻击潜艇, 该潜艇带有用于巡航导弹的垂直发射管, 和更强的隐身禁营能力, 这种新型潜艇被美军命名为095型核潜艇, 作为美国官方的报道, 自然比其他商业媒体的消息更可靠, 而这次发现的新潜艇分段, 也叫符合美军报告的预期建造时间, 美媒注意到上海较大知名的震动, 冲击和噪音研究专家华洪星教授, 最新发布的一篇论文, 该论文是关于导管放奔推进系统技术的, 美媒表示, 这项研究如果加以证实, 这将意味着中国潜艇, 在动力和隐身性能方面实现重大突破, 这则消息在国内的媒体也能找到, 如果最新的095型核潜艇, 使用导管泵奔推进系统技术的话, 那么中国攻击型核潜艇的性能将大幅提升, 具有更强隐身核进营能力, 个人觉得新一代095型核潜艇的五大看点为, 一、超级钢, 使用的奈牙可用超级钢, 2200炮特种钢, 二、推进系统, 使用五轴奔推技术, 三、传动系统, 采用海军工程兵大学马伟明院士, 研发的全新更先进中压滞留综合用电技术, 四、降噪技术, 采用海军工程兵大学另一国宝集合林院士, 并嫌研发的潜艇全身综合检阵降噪技术, 五、五、七、配备英机18反舰导弹, 东海100超音速公路巡航导弹, 英机21反舰弹道导弹, 鱼雷时智能化相控阵鱼雷, 前射无人机系统, 在中国航母驱逐舰性能大幅度提升之际, 中国的核潜艇的研发看起来相对的落后, 如果中国核潜艇技术取得重大突破, 这无疑将使得中国的海上力量更加的丰满、立体。 这里说明一下095和096型潜艇, 正确的命名是09V和096VI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, 我们下次再见。